所以我剛剛正大哥講說 我們在做美食節目其實不是 也就是說其實 可見他們在飲食上面 要很多的節制 OK 那想得開就想得開 想不開這個事情會過不去 因為我有朋友的長輩也是糖尿餅 然後他就是一直限制他爸爸 因為都不能吃那個 會端端的那個 你說的那個 會端端的那個肥肉啊 你知道嗎 烤方啊那些的 對 就限制他吃 然後他爸爸就說 你連讓我這個都不能吃 我活著還什麼意思 那很多糖尿病的患者 會跟家屬吵架對不對 甚至於講到都很難聽 你們白飯才要死 我也怕要吃就對了 然後就說 你就這樣 為了你自己要吃得好 你就去死 你死我還是要怎樣 所以這中間是有很多的衝突 所以那個飲食對他們來講 是很大的困難 美人你剛剛講那個叫節制 我覺得如果再更周圓一點 我認為應該叫做要了解 了解 了解什麼食物對自己是不好的 可是我的朋友後來爸爸過世的時候 他很內疚 他想說早知道爸爸也只有剩兩年可以活 乾脆就隨便給他吃好了 所以這中間有時候我覺得是 糖尿病患者的家屬的那種 我講我爸爸立志好 我爸爸也是糖尿病 那我爸爸最後的時候 那時候我哥哥跟我媽都不知道吃蛋糕 可是我覺得我最開心 我爸爸最開心就是 他最後臥床那幾年 就是我用輪椅把他推他到高島屋 去吃蛋糕 喝咖啡 那時候笑像小孩子一樣 你都沒有讓你們哥哥知道 對 選擇 人就是你殺的 可是我跟你講他非常開心 我是覺得子女們 如果說要限制爸爸飲食的話 一個觀念 你能夠做到跟爸爸媽媽一樣的飲食 再去限制他 你跟他吃一樣的 因為很多子女人是 自己吃大魚大肉旁邊 你不能講你不能吃 爸爸媽媽在旁邊流眼淚 那是錯誤的 你要跟他一起吃一樣東西 你吃什麼我就吃什麼 爸媽就可以接受 但是你又吃個大事 又叫他不要吃 那個是很不笑 經常就說生日帶爸爸媽媽 帶爸爸出來對不對 爸爸生日叫了一桌菜 爸你不能吃菜 你不能吃菜 結果都大家怕你死者在吃 叫這個老婆不要吃 我覺得這個觀念對 你不要笑一桌他們吃的 老婆媽媽給你吃是為你好的 對啊 教你一邊吃對不對 那個是不對的 所以真的我們在 教病人控制糖尿病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是要感同身受 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所以我們通常會怎麼鼓勵病人 就是說一週裡面 你六天都控制得很棒 禮拜天稍微有一餐 稍微吃好一點 稍微讓血糖會有一點點往上升 可是怎麼樣 也照顧到心理了 那他星期天有一餐吃得開心一點 至少他也比較甘願 下個禮拜再好好控制 禮拜天叫綜育日 稍微的放縱一點點 是為了怎麼樣 他這前面的六天 真的很好的控制 有運動 飲食也有節制 那我覺得帶給病人 這樣的一個希望 而不是天天都要這樣 曾經有個糖尿病人 他畫了一個圖 他就是他開了一輛車 在高速公路上 但是他有時候會想要怎麼樣 走小路 然後繞下去再上來 那就是他們糖尿病人的心理 就是說你怎麼一天這樣 都要讓我走在這個 生活沒什麼意思 對 所以其實有一次 我一個病人他出國 然後回國以後來上課 我說你最近這一次 好像血糖比較高一點 他說我出國十天這樣子 我說那出國難免 他嚇了一跳 他說我本來以為你會罵我 我說為什麼會罵你 其實你平常控制的很不錯 那你出國放假一下 然後難免會高一點 那沒有關係 你一定會馬上再調回來 他說對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住糖尿病 我問你吃飯的時候 我就知道 原來糖尿病的朋友這麼麻煩 因為他很緊張 他說他要控制 他長期追蹤 他要知道什麼食物 讓他血糖會增加多少 所以我說剛才要了解 他吃飯前 他就在餐桌就堵了 堵了就隨便吃 吃肉之後 因為譬如說 那種是飯 那種是麵 那種是米粉 或什麼 然後他吃完之後 那個血糖馬上都會拉起來 然後他就馬上再撤 那他就發展出自己說 比方說白飯只能吃半碗 米粉可以吃一碗 什麼東西可以吃多少 這樣他就用這樣子控制 我來知道 原來食物對他來講 他們要了解這個事情 所以尤其是第二型糖尿病 食物控制對他的延長壽命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對不對 是啊 對控制的血糖也非常大的幫忙 但是我要 可是有些人會認為說 吃啦 換句話就要吃油了 其實像剛剛那個鄭大哥 他講的就是說 他的朋友 他這樣不斷的 觀察他的血糖 這是我們剛開始 初期會請病人 他們會悶診的時候 請他在家裡的時候這樣做 那他才知道說 他吃個東西 兩個鐘頭之後 血糖會多高 那他常常這樣量 他就有一個經驗法則 有經驗法則之後 他一看到這個東西 也許他初期量以後 他根本就不用量 他吃多少他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像剛剛順子 他從台灣頭到台灣尾 我想他吃了那麼多東西 也常常量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念 我們在門診也不斷請病人家屬 鼓勵他們常常量 非常好 不是有藥吃的 我想要加他忌口 對不對 很多人也有這種觀念 因為吃藥是加強了他胰臟的功能 分泌胰島素出來 可是他如果吃很多 負擔 對 他藥可能就越來越多 對不對 因為他吃了很多 其實我們糖分從哪裡來 吃東西來的 所以飲食還是要控制 否則的話 醫生是看著他的血糖 一直在高 他就會調藥 不好意思 你西醫 你們怎麼沒有考慮 中西醫合併治療 因為這個叫消可症 是啊 那目前 因為中醫有一個說法 所以希望跟西醫有些合作 就是說因為你第二型是表示 你分泌不夠 分泌不夠你給他加 通常器官是這樣子 你給他加之後呢 他就不用做工作 加什麼 加胰島素嗎 他是相對性的不足 有時候因為體內肥肉太多 所以變成胰島素有色分泌太多 叫做肥肉要減掉 所以效果會好一點點 因為我的朋友是說 他自己這樣講說 他之所以得糖尿病 是因為他開肝腸 開肝腸那時候生理等候的時候 應酬 不是 是 早上他就拼 拼到不記得腰 這個想起來說 我今天都沒吃飯的時候 他有一頓 人家說什麼 一頓孤孤 兩頓小肚 他就是一餐吃很多 然後接下來因為沒腰嘛 就沒吃 有時候一天都吃一頓而已 但那頓都吃很多 醫生跟他說 你就是這樣就糖尿病 是這樣嗎 我想他基本上可能是第一個 他生活作息上 因為應酬多 或是說他工作繁瑪 加上他可能有先天的家屬遺傳 那這些因素湊一湊 可以誘發他糖尿病發病 會誘發 會誘發 那生活型態如果沒有改變 如果應酬多 又沒有運動 那日夜工作忙碌 當然會誘發 他有沒有熬夜的習慣 因為有篇文獻 他們是有研究之發覺有熬夜 上夜班的人 事實上比較容易提早得到糖尿病 本身有糖尿病提值 但是提早發作發生 所以可能有些人就是說 生活比較匪累的人 原本應該是50歲才發作 匪累 那可能30歲就已經出來了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他每次吃飯 大家喝啤酒 他就是一定點可樂 然後他打球的時候 他就一定吃糖果 很愛吃甜 這是糖尿病的前兆嗎 基本上這樣還不能作為糖尿病的前兆 很喜歡吃甜不一定是得糖尿病 不一定是 但是很喜歡吃甜 因為澱粉類太多了 會增加我們胰臟的負擔 分泌胰島素的負擔 長期下來 分泌的量會逐年減少 所以以後他有機會 其實我們的很多病人 如果快得糖尿病前 他們會告訴我說 他很喜歡吃冰的涼的 譬如說冰冰的西瓜 冰冰的可樂 冰冰的甜甜的茶 他們會認為說 那個東西喝下去好舒服 可是過段時間就糖尿病 然後越喝越渴 你是說喜歡吃冰冰的飲料 這種人 他是得糖尿病的前兆 前兆 因為很多病人會告訴我說 之前就有發生這種情形 過了沒多久之後 就有得糖尿病 所以其實只要病人 如果說很容易餓 一餐吃兩碗飯 還不會飽的話 那其實你稍微懷疑一下 下去測個血糖 反正測個血糖 又不花很多錢 來 我們先休息 所以現在不停 所以現在不停 就要吃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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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